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自称什么就是什么 比如说假设有人跟你说 你看看我这俊俏的脸庞 就代表他真的很俊俏吗 不一定 对不对 你说看看我这俊俏的脸庞 也许根本就不俊俏 对不对 不帅 那国会改革自称 就一定是改革吗 我觉得倒也未必 说不定国会改革就跟早餐店帅哥美女一样 他就是一个讲好听 但是未必跟实质的内容真的符合 所以呢我不倾向称这个有争议的法案 叫国会改革法案 我都叫他国会法案 因为如果你叫他国会改革 你跳出来说 对他有疑义 好像我们在反改革 但其实我们没有反改革 我们要的是国会真正的改革 那什么叫国会改革呢 为什么大家说国会改革呢 因为大家觉得国会很烂嘛 你就是觉得他很烂 所以才需要改革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他很好 那就不需要改革了嘛 你因为觉得国会很烂 才需要改革 那真正要改革的应该是什么 真正要改的是国会那些很烂的行为 可是这一次的草案 这一次的法案 他在讨论的是什么 他在讨论的不是改正国会那些很烂的行为 立法委员泄密啊 立法委员官说啊这些 在这次的法案里面没有去处理 这次的法案他处理是什么 这次的法案他处理的是 国会要更多权力 所以有人称为国会扩权法案 你可能觉得不好听 那没关系现在改一下 你不要叫国会扩权法案 你把它称为立委要权力法案 要更大的权力嘛 给我更大的调队权 给我更大的听证权 给我更大的要资料的权力 给我更大的你不准跟我吵架的权力 这个叫做立法院要扩张权力的这个条款 那么立法院要扩张权力这个条款 本质上跟国会改革有没有矛盾呢 就是因为国会这一群人不受社会信任 所以社会要求国会改革的声浪很高 可是国会却趁机推出了扩张自己权力的法案 社会是叫你好好做 叫你好好的自我反省改正 现在却变成是我要更多的权力 我要变更大 你看现在我们立法院已经变得快要比总统还大了 已经变得好大了 那这是国会改革吗 大家可以先思考 这个从起点开始 是不是就取错名字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